9月15日下午,为了解决昆仑的收房问题,华尔伦为业主准备了一场时差4小时的沟通会,去参与谈判的业主透露,业主的需求主要有两个,一是按照宣传册上的效果整改,二是退房。 关于整改,业主对房屋有很大意见,品质太差,建筑用量标准就低不就高,对此,华尔伦统会给出了一版整改方案,但只是小修小补,业主的希望能做到楼梳的效果,没能达成一致。 目前昆仑日在整改中,9月30日前,将邀请业主再去参观,但是多位业主并不看好,就现在这个质量和整改方案,9月30号肯定收不了房。 关于退房,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华润是否存在违规,业主认为华润是违约行为,存在虚假宣传和品质欺账,希望按照房款的三倍退款,而华润则认为自己不是违约。 仅同意业主个人名义退房,仅仅赔偿房款加一年利息,按照基准利率计算,也没有达成一致。 此次沟通会,谈判气氛紧张,华润要求业主本人平身奔正和对房号入场,仅仅在一个刚刚成立的新公众号上发布了沟通消息,并未电话或短信通知。 因此,在沟通会开始前,部分业主与华润工作人员产生了冲突,沟通完后,业主表示,华润成名一般,估计一两天的不成功时,整改方案让业主不满意,又退房需求的越来越多。 这种沟通会将维持四天,持续谈判,自从9月8日,9月9日开发商邀请业主进场参观完,昆仑日业主就一直在寻求解决,花了上千万,却只拿到了跟当初开发商承诺的效果大相近平的房屋。 外立面从红色手工转变成刷七网阁险,楼梯,一楼大堂,楼板上多处水泥越风,小区园林景观,一片杂乱,就在9月13日下午,150多名昆仑业业主还聚集,在洞二环的华润大厦进行集体维权,双方协商无果,业主一直到半夜都仍未离去。 实际上,昆仑日业是招商舌口,花卫质地,九龙仓,平安不动产四家公司额合作项目。 2015年1月,这次加联合体以81亿元,将近50%的溢价率,拿下铁银地块,按照之前的斋的计划,这块地被一分为二,成为现在的昆仑日和中国喜。 其中昆仑日由央企划润独立操盘,昆仑日给北京市住建委的包价从11万平方米,降到10万每平方米,再到9.5万平方米。 最终,就在北京房价红线拉得最紧的2017年,昆仑日打破了每平米8万元隐形限价,以9.8万元平方米的价格获批入室,成了托关系都买不到的好家。 作者简介,我是许天慧,关注房地产新鲜事,欢迎加微信按着烟雾交流,请备注公司加姓名加税友,谢谢。 谢谢。